我保證這5點你學會了 鑽石的對手全都貴了 拍車部影片只是為了 讓鑽石變心要不再廢了 What's up guys? 你可以叫我命也可以叫我小明 當然也可以叫我命小明 就是呢不要把我名字在念錯了 是玉部的名不是水部也不是手部的 ok 那今天呢為什麼我們要拍這一部 關於A牌的教學影片呢就是因為這個 所以呢你們的意見我都聽到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學一下 如何從鑽石升到星耀吧 那如果看到這部影片的你還只有B牌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這部影片喔 影片我會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還有下方的說明欄我都會放喔 ok那馬上開始我們今天的教學吧 首先呢鑽石這個段位 我認為它是一個已經有一點點傳說觀念的段位 但是真的只有一點點 可以說它大致上會玩這個遊戲 但對於精細的觀念呢通常是不了解 所以在這個段位 我們只要把你的觀念再精進一些些 通常爬分呢就不會太難 但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我發覺A牌的玩家 好像普遍都比較玻璃心一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上分 你自己的心態也要先調整好 好上分法則第一點呢就是強勢角的選擇 因為進到A牌這個段位 也就是開始有ban pick的模式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版本的強勢角就會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為如果你不拿很有可能對面就會拿 那在於A牌的ban pick的觀念呢 普遍比較差的情況來說 你可以拿到強勢角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我希望你們都要稍微練一下版本的強勢角 當然不是說你不能玩man角 而是說版本的幾隻強勢角 你至少要匯個一兩隻 這樣子在某些時候呢 是真的比較能有效的幫助你爬分的 我舉個例 現在的版本最強勢的打野可以說是埃羅 那你在排位賽的時候把這隻角色選出來 你幾乎呢打版本任何角色都非常好打 而且重點是對面也不能再選埃羅了 因為不是B牌了嘛 所以上了A牌我希望你們不要只會自己的man角 還要學會一兩隻版本的強勢角 如果強勢角被ban了你就玩自己man角 如果強勢角被放出來了那就請你玩強勢角 再來第二點 掌握經濟 然後聊天室觀察隊友 掌握經濟應該非常好懂 但聊天室觀察隊友是什麼呢 首先你要明白傳說對決呢不只是一個戰略遊戲 同時呢你還要跟各種不一樣的人一起當隊友 所以呢在遊戲的進行過程中 你要觀察聊天室 觀察你的隊友打什麼字 或是聘了什麼燈 或是罵了你什麼話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從聊天室裡面就可以觀察到 如果你自己的觀念是好的 你就可以看出來誰的觀念很差 誰是他媽嘴泡宅 誰是吃嘴小孩 這些你都看得出來對吧 那如果你玩的是C位的話 請你就不要把經濟讓給這些白癡了 所以掌握經濟的重點就在這邊 請你掌握住你們對上那些白癡的經濟 然後呢發育自己 那你可能也會從聊天室觀察到 欸這個人玩得不錯很有禮貌 那你當然可以對他好一點嘛 如果你玩打野可能可以讓籃給他 那他可能打AD你可以讓紅給他對不對 那這些經濟呢你就可以讓給他沒關係 那你要去拿的經濟就是 你們對上那些吃嘴小孩的經濟 我跟你們說這真的很有用 因為如果你玩打野 你反而去幫了這些嘴泡宅白癡宅 你就算幫了他 你後面死一次他照樣嘴你 那你這樣子Kimoji自己也不好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把他們經濟全部吃光 總之呢在B牌的時候 我教你們是把隊友經濟全部吃光 而在A牌呢我要你們判斷 你該吃哪些隊友的經濟 然後某些隊友你可能 可以讓一點經濟給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在這些前提之下 你還是要把你自己的經濟弄到最高 這還是最重要的 再來第三點分析陣容的優劣 那要怎麼樣分析你的陣容呢 首先在選角跟畫面讀取的時候 我要你做的事情 就是先來判斷對方打野跟我方打野 分別是前期還是後期的角色 因為打野是影響這個遊戲最深的位置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對於陣容不是很熟悉 那你就判斷打野的優劣 那對於爬分我還是比較推薦你們玩打野啦 那假設今天我玩個星葵 對面是玩個蘭鐸琳蒂 甚至是企羅這種角色 我們前面都是屌打他的 那你前面能做的事情就比較多 所以請你就頻繁入侵野區 去打一些優勢 或是前期的多幫助你的隊友 迫使對方打野要來參團要來打架 那這時候呢你的優勢就可以更容易的去擴大 那反之呢你們的陣容可能是比較偏後期 假設中路是莉莉安下路可能是井 然後你可能打野選了一隻悟空 那你們這種陣容呢就是前期跟大便一樣 所以這時候呢你們就必須打的貴一點 等待呢你們裝備成型 自然而然你們就會贏過對手 那我現在舉例的呢 都是一些比較簡單的陣容判斷 如果你真的不懂 那你就照我說的這樣判斷 如果你對於角色克制 這些蠻熟悉的 像是你可能知道佛洛倫很好打菲淚 還是說菲淚好打呂布 蠻魚好打葉娜等等的 這種角色優勢你都很清晰的可以了解 那你就多花一點時間在選角的時候 就先判斷 那你這樣子也可以知道 你這場大概要怎麼樣去幫助你的隊友們 再來第四點 是對於凱撒的掌握還有天空巨龍的施放 那對於凱撒的觀念跟天空巨龍的觀念 我覺得A牌的觀念是非常非常低落的 我太常看到A牌打野 不吃凱撒 或者是亂吃凱撒 亂丟龍 或者是忘了丟龍 我跟你們說一條凱撒的重生時間三分鐘 浪費一條龍就是浪費遊戲三分鐘 那這三分鐘敵人就可以拿來發育 你不要小看這個三分鐘 我在A牌看過太多次 我自己的隊友大爆炸 然後導致呢我們整隊經濟變得非常低落 但是因為對面打野他就是不吃凱撒 吃了凱撒呢龍也亂丟 真的很容易就可以逆轉 所以我今天就來教你們 在什麼時候吃凱撒或是天空巨龍到底該怎麼放 首先如果你今天經濟呢 真的已經超前對面蠻多 你可能贏了對面打野一千塊 然後隊友基本上也不要太劣勢 你有機會開凱撒你就直接開 來嘗試看看聘登跟隊友說叫他們來幫你吃凱撒 我這邊給你們一個重點 要是你在地圖上發現可能像我這張地圖 凱撒在下路 敵人多半都聚集在地圖的上半部 可能是上路或是中路 甚至打野可能在上路露頭 那你這個時候就直接果斷開凱撒沒有關係 因為這遊戲的凱撒不像英雄聯盟巴龍一樣 就是要五個人吃 你有時候一個人吃也是吃得掉凱撒的 而且說實在凱撒打的傷害也沒有到很痛 有時候大概八分鐘十分鐘 你就可以直接吃凱撒 就算一個人吃不掉 叫你射手過來一起吃也吃得掉 所以你們就是多多嘗試去開凱撒 有機會就開開看 那沒機會呢就拉掉也沒關係 反正重點是你拿到凱撒之後 你先看地圖 看中路上路下路哪一條路 剩下的防禦塔最多 那你就選擇丟在那一路 不會放龍也沒關係 你就直接從你家溫泉丟 如果你要放上路 那你就從溫泉走出去一點點 丟再上路 這樣子就好了 因為天空巨龍的血量會加成 而且你放在後面呢 你們兵線變成 有強化過的兵線也是比較久的 這樣子會比較幫助於你們推塔 也可以讓天空巨龍存在的時間比較久 對面呢也會比較難防守 再來最後一點 請你們切記 在打A牌的時候 絕對不要投降 因為對面通常比較不會結束遊戲 那不會結束遊戲 代表你們就有機會拖到後期 拖到後期就有很高的機率可以逆轉 A牌能夠抓到對手失誤的機率是真的真的很高 所以你千萬不要太早就放棄這一場遊戲 只要你拖到後期 一切都會變得有可能 我跟你們說一個高端跟低端的差別 在高端的局 你前期一個失誤 只要一個失誤 他就把你也去控死 然後整場踩著你打 所以他們也非常會結束遊戲 懂得吃凱撒放龍等等 所以你在高端局 有時候你前期一波炸裂呢 很有可能就救不回來了 但是你在這種低端局 是真的對手會有很多失誤給你抓 所以你們就不要太早放棄 那也希望各位的爬分之路順利啦 那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把這部影片點到500個讚 如果有500個讚呢 我就再拍星耀的教學啦 好啦我是小明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